到了清代以后你会发现 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困扰中原王朝的蒙古部落 出场的次数是越来越少 唯一让清朝头疼的准个二蒙古 也只是在西北那边折腾一下 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同宝这边那样 打到家门口的事情 那清代之后的蒙古究竟是怎么了呢 其实蒙古的衰落不是在清朝 在明代就已经开始了 明朝末年黄太极领队女郑部落 直接就把漠南蒙古给拿下 死后的时间里 清朝利用和亲等等一系列手段 让漠南蒙古顺利成为了清朝的打手 跟着一起打明朝 从这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时候的蒙古部落就已经没有过去的战斗力了 竟然能够被满人给收编 而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 其实就是一个原因 钱 在和大家聊瓦剌的那一集 我就提到过 在土木堡这边之后 太师野先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可就在不久之后没过几年 野先就遇害身亡 瓦剌部落也是全员西迁 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准盖尔蒙古 造成瓦剌分裂 野先在动荡当中遇害的直接原因 就是蒙古部落的经济水平确实不高 蒙古高原本身的降水稀少 人口承载能力低 恰恰明朝时期 中国又处于第四个寒冷气 所以蒙古当时的部落 之所以能够跟着野先南下 造成土木堡之变 根本的原因就是为了抢夺生存的资源 但是土木堡之变之后 瓦剌虽然抓到了明宗 但明朝这边是直接换了皇帝 你要钱要粮我都不给 北京保卫战之后 蒙古又被赶回了草原 等于说这次行动是什么东西都没抢到 这才导致了瓦剌内乱 此后的明朝对蒙古就采取了经济封锁 具体的方式就是禁止贸易 那么怎么做的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以长城为封锁线 不允许双方进行任何的官方民间的贸易 你看谁说长城是没用的东西 这作用不就来了吗 这一点我记得我还在我身材是一百多斤的 2020年聊长城作用的时候就提到过 所以你看哈 以后的历史当中 每一次蒙古出现刺头 比如说什么小王子 达燕汗 暗达汗 他们来找事的目的就是一个 封共 也就是允许贸易 对此明武宗 明世宗的态度也很坚决 就是不行 就是因为这哥俩都知道 允许贸易就等于说给蒙古打通了命脉 所以坚决不干 这件事情后来也就导致了更需之变 蒙古暗达汗从大同杀到了京城 直接把家境堵在了城墙里面 按着打 目的就是为了开关贸易 可见明朝禁止贸易 对于蒙古来说确实有不少的打击 等到清朝建立之后 清朝对于蒙古是采取了 从内地运物资来供给的方式 一边花钱养着他们 一边让他们在北方看大门 所以整个清代 你看蒙古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而且战斗力依然很彪悍 准戈尔和大清对峙的时候 漠南漠北的蒙古都往大清镇住了场子 虽然清朝都不停的书写 但是整个物资都是以成品的方式运输过来的 这就意味着蒙古的本地 并没有出现一套完整的制造体系 没有工厂 没有制造业 所以等清朝末年的时候 蒙古的日子就又难过了起来 那就有人会问 没吃的为什么不去抢呢 你要知道 有牧民族 它也是需要制造业的 汉初的匈奴 唐朝的突厥 还有宋朝时候的契丹 他们都是有自己的制造业 这些工匠一部分是抢来的汉人 一部分是自己传统的手工业 但是到了清朝末年 还有明国的时候 南方的汉人早就用起了热武器 枪炮遍地 而蒙古呢 他又没钱 又没有军火商 那自然也就没有战斗力了 以至于后来 俄国一个跑路的男爵 临时召集了八百骑兵 就能够征服外貌 这种事儿 你放到明朝或者是清朝中前期 你说谁敢相信呢 我现在就用了这种事儿 也然 机灵地 让他否划 所以